现在是快七点钟了 我去也不知道吃什么 冰箱里面拿出来了那个冻好的啤酒 就很爽啊 感觉喝一瓶啤酒整个人都有精神了 接下来坐在这里就要开始工作了 就要开始剪辑视频了 然后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有粉丝建议我 就是要买那个网状的什么 说这个板子不太透风还是不太好 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 所以我在网上刚才买了五米的筛网 不知道有没有用 就是格格的 绿色的那种 好像有一米二还是一米高度 应该是一米二还是一米来着 就就是那样啊 然后大概有五米长吧 不知道够不够啊 五米我家那个花坛围起来可能要有十米左右了 不过我估计也不用那么多 只需要把那个正对着院子的这一面对吧 把它给围起来应该就可以了 五米应该够用吧 但是不知道要怎么围啊 等那个筛网回来之后 我研究一下到时候看一下怎么搞的啊 就就是这样啊 哎呀 然后大家有的看了昨天的视频嘛 有个说要给阿飞给这个毛孩子寄点狗粮 寄点吃的过来啊 有几个我拒绝了啊 然后还有两个没有拒绝掉啊 所以的话就本来我给他买的是有狗粮的啊 狗粮也在路上估计这几天就会到啊 但是就是实在架不住太热情了 所以的话就过几天 估计这些小狗就有口福了 到时候就是这样啊 然后不是我那个相机吗 不是不是坏掉了吗 不是送到厂家 可能厂家是在郑州那里的 下午的时候给我打电话 说什么 我去修理一下要290块钱 还要再加100块钱的维修费 要390块钱 其实他就是那个镜头的后面的那个卡扣坏掉了 其实换一下应该挺简单的 本来许昌那边的工作人员跟我说 也就要200多块钱 对吧 谁知道这边他还要多加个服务费啊 不知道合不合理啊 弄到我心情反正是挺郁闷的啊 这么一算390块钱 我去都400块钱了 就换一个卡扣啊 说实话就心里面有点郁闷啊 嗯 哎呀 那快快比上我一个月的伙食费了啊 他这个确实有点 哎 确实有点郁闷 哎呀 不知道有没有懂这个的啊 就是那个镜头后面嘛 就是就是那个摄像机那个镜头后面那个卡扣嘛 就是卡住 就是相机和那个镜头 就是卡在一起的那个卡扣嘛 换一下 需要这么故意吗 难道 我实在不太理解 哎 弄到我特别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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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闷 说实话真的是这样 哎 是不是有点矫情了 我这么说 但是我就是想分享一下 我的心情嘛 就是这样说出来会好一点 对吧 哎呀 到时候那个筛网回来了啊 到时候他们就有福气了 到时候给他们围一下 对吧 庭院看起来也美观一点嘛 是吧 就是这样 嗯 然后我 然后我这一星期 这一星期日 对吧 然后 我可能要出门 对吧 不是可能啊 我会会我会出门 去我姐那边 对吧 到时候看一下 看一下当天啥情况 对吧 万一我再喝酒了 回不来了 这咋整 对不对 这是一个事情 虽然我平常不怎么喝酒啊 很少喝 但是对吧 好多对吧 认识的在一起 我觉得肯定要多多少少 要喝一点的 对吧 到时候我要把家里 这几天 我要把家里的事情安排一下 估计等到周六的时候 可能我不会更视频 或者我更一个视频 到时候把他们安排的 妥妥当当的 对不对 到时候我就可以放心的出门了 是吧 其实就是跟大家聊聊天 然后说一下家常里短 对吧 谈一谈心情啊 我刚才已经把他们放出去 已经放完了 然后又给他们喂了饭啊 就是他们已经吃好喝好玩好了 就是这样 然后去年就是大概是七月份吧 我出门过一次 当时去的是云台山 然后到现在啊 今年我就没出过什么门 也没旅游 也一次旅游都没有去啊 就在家陪着他们嘛 陪着他们 就是这样啊 去年有一个事啊 就很神奇啊 跟大家去说 去年七月份 就是我从云台山骑摩托 我是骑摩托去的 因为当时摩托 刚买回来没多久吗 也就是四个月 对吧 我去年三份买的摩托 也就是四个月 然后我骑摩托去的 那个摩托是云台山距离 我家是二百多公里嘛 骑了整整四个多钟头啊 然后回来的时候 我天 那那天下着雨 下着雨 那个不是萌萌细雨啊 是下的有点大 小雨到中雨 我那天走的时候 就骑着摩托回来的 我天 现在想想 真的是意高人胆的 对吧 当时意也不高 对吧 刚骑四个月 对吧 水平也不打地 我现在想 让我放到现在 我都不敢骑 就下着雨 就骑往家跑 我天 那时候还敢怼 八十到一百 那骑摩托 后来呢 路过一个乡镇的时候 对吧 路过一个乡镇嘛 那那边那个国道嘛 路过乡镇的时候 我天 那那那那 那头盔上面都是流的雨啊 根本就看不清两边啊 那个当时光 刚好是过完一个红绿灯的 速度不是很快 我走过去 只听砰的一声 直接我就飞出去了 我天 直接就飞出去了 大家知道是 应该知道是啥情况 就是撞车了 对吧 他旁边 他那个国道旁边 他有饭馆 有乡镇嘛 他们在那吃饭啊 瞬间就我就 我就飞出去了 说实话啊 你想象一下 那个车是 小型的小型货车 对吧 是货车 对吧 他虽然是小型货车 但我是摩托车 对不对 跟他比起来 就跟我儿一样 我瞬间就飞出去了啊 他刚好左转了 说出来大家就不相信 我当时拍视频还说了 就我这个脑子里面一道金光啊 感觉一道金光闪过 然后我等我就是脑子就飞出去那时候 就好像时间定格了一下 其实已经过去了好几秒钟啊 就过去了 然后等然后我飞出去之后 我知道撞车了 但后来啊 我站起来之后啊 我竟然发现我身上一点伤痕都没有啊 说出来你们都不相信啊 当时就是好多粉丝就就有的就说 就是好人有好报 对吧 就是因为我之前救助像小贝啊 之前我也救助过好多条流浪狗啊 都送给别人了 对吧 好多粉丝就说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好人有好报啊 就当时我身上一点伤都没受啊 后来又骑着摩托车 硬是骑着 那个摩托车当时是直接是 着着地的那一面的那个后视镜嘛 直接就摔碎了嘛 摩托的那个杠嘛 保险杠直接就怼劈了嘛 现在那个摩托还 那个保险杠还是弯的 带大家一起看一下 这天说的总是要下雨的 但是又不下了 很奇怪哦 阴阴沉沉的 你看大家看一下 这这是正规的啊 这保险杠是这样的啊 可以看一下这个角度啊 是90度啊 非常正规啊 当时车子撞的是在我右边啊 右边这个保险杠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到 看到吗 已经弯曲了 看到没 看到没这个位置 看到啊 这个就是当时撞的 直接把这个 这个这个塑料的 这个这个这个也很硬的啊 直接刺的 刺的这里都黑了 对吧 直接就弯了 看到没 它不是90度的 看到吗 它不是90度的 它是往后靠的 当时就是撞在这个上面 好好好 我把那个给它放那了啊 我看它还会解上去 不会 回去 回去 吃饱可渡 谁叫 当时我那个人啊 飞出去大概是三米左右啊 因为当时下着雨嘛 哇 噼里啪啦 下着雨 然后那个我被撞的 撞我的那个 那个小货车的两个是 父子嘛 就把我给扶了起来啊 扶了起来 他怕我讹他嘛 对吧 很关心的就赶快把我扶起来 对不对 就我这个人 我又不会讹人 对吧 我也不懂那些乱七八糟的 对不对 对吧 他们就说怎么办 后来就直接 我说没什么大问题 我说 到时候换个后视镜 怎么怎么样 对吧 我也没说我身体怎么 然后后来 他们直接就 给了我200块钱嘛 就到时候说换一下后视镜嘛 200块钱给完 我就直接开车 赶快嗡的一下 就跑掉了 我这个人不懂 不懂这个社会上的好多 好多那些那些东西 大家知道的 后面嘛 就我就直接就起来嘛 然后看一下我的摩托 就是我刚才看的那个地方 就有点弯过去了嘛 对吧 就直接弯过去了那里 然后我我人身上啊 就是我的身上的零件啊 就是没有一点问题啊 就有有 就就就就很神奇啊 说实话真的就很神奇 就没一点问题 我当时拍的有视频的啊 相信有这个老粉丝 应该知道这个事情的 对吧 当时他们就说 肯定是因为我救助这些流浪狗 对吧 好人有好报 当时是这样啊 因为发生这件事情之前啊 我是不知道这个 就是对吧 你做了好事 对吧 会有福报或者怎么样 对吧 就从那件事情之后啊 我是发现确实可能是有这么一说的 要不然对吧 你说当时下着雨 你想象一下多危险啊 那个路也不是很宽啊 下着雨 我摩托车撞了他之后 摩托直接 对吧 倒地 我人直接飞 飞出去了 对吧 飞出去之后 如果后面有车子压过来 对吧 相当危险的 我竟然在那里 趴了几秒钟啊 当时脑子就嗡 就停止了嘛 那种 他俩就把我扶起来嘛 然后我往后一看 真的吓我一跳啊 我说这车子 车来车往呢 还下着雨 视线根本都看不清啊 当时真的是 可以说是 上天保佑我 也可以说 所以的话 我这个人就坚信啊 只要你去做好事情 对吧 你是一定会有好报的 对吧 会有一种 潜在的力量啊 会去保护你啊 真的 我说实话 真的是这样的 然后后面我就把 就他们走之后嘛 我就把衣服啊 因为当时去 那个云台山旅游嘛 我带的有那个 当时也就是这种短袖嘛 我带的短袖多嘛 直接就骑摩托啊 然后当时那个摩托摔的 就有点熄火了嘛 我就开了三四次啊 才把它启动起来 然后骑到一个 没有人的地方 就赶快把那个衣服 给换了一下 然后愣是骑摩托啊 愣是怼了回来啊 下雨天愣是怼了回来 我现在想想 太恐怖了 我现在想 你现在让我外面 下一点雨 我都不骑摩托出去 对吧 因为即使是老司机 对吧 越是骑了久了 越知道下雨天 不能骑摩托出去 对 我那天竟然真的是 哦我天啊 两百多公里啊 愣是骑摩托 下着雨回来了 想象一下啊 是什么样的场景啊 也没有雨衣 没有雨衣的 就穿着这种衣服啊 想象一下啊 就是这样 这就是真真实实发生 在我身上的 在我身上的这件事情啊 所以就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这也是为什么 我救助 对吧 流浪 流浪这些狗啊 对吧 虽然 对吧 我当时有些意识层面上 没有意识到 对吧 那些狗就是生病 对吧 要赶快带到医院 那些后面就是 也算功过相抵吧 对吧 就 哎 就 对吧 当时十月份的时候 那个发财富贵 还有小金子 这三只狗 说实话 我我也很有感情的 说实话 但是我当时是真不知道 我就带他们到 那个 嫦格那个医院嘛 对吧 那也不算医院 其实我进了第一家宠物医院 但是那家宠物医院 太坑了 你知道吗 他就说那个狗没问题 对吧 然后就给我开了个什么 打虫药 吃了一下 谁知道后面没几天 这个 这些 这些狗就离开了吗 对吧 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 一个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因为当我意识到 要送医院的时候 但是我进了第一家医院 却是那么不靠谱 就是这样 当时是家 是特别年轻的 一个小姑娘 还有一个小伙子 给我看的辈子 有的粉丝应该知道 后面我就没去 那个县城了 导致后面 我那些狗好多都 后来我找的村医 就是别人介绍的村医 给那个牛 给羊 看病 给狗看病了 后面就是我 食的那五只狗 对吧 也是得细小 对吧 然后有几只不是也死掉了 就后面就发生的这些事情 都是一连串的 就是这样 我特别不安 说实话 我真的特别不安 只要后面 我遇到笨笨 对吧 遇到小黑 再遇到这个小花 对不对 还有这个毛豆 对吧 我终于把这些所有的东西 全部理清楚了 我知道 对吧 要怎么去 照顾他们 对吧 或者 或许我现在做的 还不到位 对吧 但最主要的是 知道怎么保住 他们的命 对吧 我知道了 对吧 去医院 对吧 去好一点的医院 对吧 有医生会给他们看好 对吧 这是我现在总结出来的 但是从去年那时候 说实话 真的 就是有那个心 但是没那个能力 没那个 就是认知嘛 认知盲区 也可以说是 就是这样 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不知道为什么 说着说着 又扯到这里来了 哎呀我天 其实我就想表达什么 我不想表达别的 我就想表达 我想出去玩 对不对 但是我玩不了 就是这样 去年的时候 办的年卡吗 云台山 就去了一次 我天 骑着摩托 去了一次 办年卡 本来说是 办年卡 还随便去 对吧 就去了一次 对吧 那个地方就玩了 两个景点 对吧 其实我说 我今年还想去 现在又七月份了 对吧 我想出去玩 对吧 哎 但是他们 对吧 又玩不了 就是这样 这一路走来 真的特别的不容易 特别的 就我相信啊 好多东西 冥冥之中 对吧 就老天 对吧 他已经给你安排好了 就比如我在拍视频 在救助 对吧 老天已经安排好了 你要走什么样的路 对吧 你要发生什么样的事 对吧 你要经历什么样的人 对不对 我这个人就有一种 性命的这种感觉 对吧 就是你命里带的有什么 那么你就有什么 就比如那个车祸 对吧 如果我命里 对吧 就有那次灾 那次大难 对吧 那我不会那么轻易 就结束的 对吧 但是 对吧 就不过多的说这个东西了 说太多 有点悬 不过多的说了 年轻人跟你们说 这个有点悬 还是说坚持去做自己认为对的 对吧 自己觉得OK的 对吧 自己能够坚持下去的 对吧 就相信 对吧 就一切顺其自然 对吧 一切就能够水到渠成 对不对 行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